主料,面粉1000克,紫薯200克,煮肉500克,酵母10克,辅料,油,盐,冬菇,蚝油,生抽,糖,黑芝麻,葱花,淀粉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紫薯煮熟免成泥,倒入500克面粉,拌匀,酵母白糖加温水融化静止5分钟, 酵母水倒入面粉搅拌雪花状,用手揉成光滑面,500克面粉加酵母水揉成光滑面团,放温暖处发酵,冬菇用热水泡发,清洗多几遍,猪肉剁碎,冬菇切碎,加入盐,糖,淀粉,蚝油,按一个方向搅拌上进,发酵到两倍大,手指沾一些面粉,在面团插一下,不回缩面就发好, 把发酵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排气,将适量干面粉反复揉搓,面团干成皮,两个颜色叠在一起慢慢卷起,用刀子切成均匀的剂子,按扁,干成中间厚四边薄的皮,放入适量馅料,包成包子,收口向下,稍微滚圆,放案板上信发20分钟,烧热油,关小火,把包子放下去煎, 煎香了,倒入适量淀粉水,盖上盖子小火煎,快干水了,撒入黑芝麻,葱花,完全干就可以熄火了,烹饪技巧,一,面团都柔柔彩光滑,做出来才好看,二,紫色有水分,加水时,要一点一点加,三包子皮一定不能干太薄,太薄发不好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